这是一部我憋着尿看完的高质量复仇爽剧 全程高能毫无尿点 会让你看完之后和他们一样直呼 主演布雷迪表面死了瘦火源 背地里却是臭名昭著的变态杀人狂 他不仅开车撞死16名无辜的群众 还对负责治安的退休警探杰克进行恐吓、嘲弄 甚至扬言要干掉他 变态的布雷迪每天都会在下班后 开着冰淇淋车来到杰克家门口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然后再回到地下工作室 制作有关那场屠杀的血腥视频 发给杰克让他感觉到不舒服 不仅如此 他甚至还寄给杰克一封带有账号和密码的信件 勾引着杰克用社交账号与自己联络 以此来满足自己内心的变态欲望 而一直因为那场屠杀愧疚不已的杰克 也实在无法拒绝凶手放出的诱饵 于是他便决定咬住凶手放出的钩子 抓住他 给死者们一个交代 于是在给布雷迪发去了信息后 老杰克并没有浪费时间等待回复 而是直接找到那辆奔驰车车主的妹妹 因为在案发后 他们第一时间就找到了丢失车的车主 可车主却对此毫不知情 压根不知道凶手 是怎么把车库里的车偷走的 可毕竟作案的工具就是他的 车主也难逃被辱骂攻击 甚至还有人一度怀疑他就是真凶 于是大量的舆论让他陷入到了崩溃边缘 没过多久便选择了自杀 所以杰克现在只能找到他妹妹肉身展开调查 而作为妹妹的肉身 自然也很想抓到毁了姐姐一生的凶手 他告诉杰克 姐姐当初之所以自杀 好像是凶手寄给了他很多的信件 通过情绪引导让姐姐觉得 那场惨案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 最终愧疚不已的姐姐才选择了自杀 而杰克看着信上的内容 在回想起凶手给自己发来的信息 他似乎明白了布雷迪联系自己的真正目的 到了晚上杰克也收到了回信 面对嘲讽杰克冷静的回复了一大段话 他告诉布雷迪真正的凶手已经抓到了 而你只是一个模仿凶手的loser 杰克用布雷迪的手段 试图激怒布雷迪让他感到愤怒 果然布雷迪被发来的信息彻底激怒了 他逐渐失去理智 而在下一集里的布雷迪 彻底将魔灶亮了出来